T恤 毛巾 钥匙圈 还有日本味十足的达摩玩偶 扇子等等 上头印着东京2020的logo 这些全是日本现在最夯的奥运官方商品 东京奥运虽然正式落幕 但是可以看到在官方的商店里面 依旧是充满了人潮 甚至有些比较热门的商品 是早就被抢购一空 一早店还没开 门口就涌现排队人潮 开门后人手一个购物栏 东挑吸血毫不手软 原本应该挂满钥匙圈的商品区 也几乎所胜无几 其中人气最高的是这橘红色的 日本代表队影员商品 JOC的忧援T恤 最大博物栏 开会式的日和 次周的周末都盛盛了 日本的赛者的活跃 脚趾也更加增加了 奥运局结束了 我还想要买衣服 奥运局的衣服 和这些T恤 我还想要买衣服 我还想要买衣服 今天我会买衣服 奥运局 奥运局 奥运局的奥运纸 无観客 最终也不太盛盛了 始终以后 大家有关心的关心 购物也挺多的 我改认为这种价格 除了日本人抢购 还有不少海外奥运人士 敢在回国前买一波 尤其官方商品无法跨海购买 甚至有台湾人特地买了纪念品 寄回台湾 我想寄给我弟弟他们 因为他们不能来 他本来要想来 但是现在的corona的关系 他不能来 所以我要寄给他 其实这些周边商品 因为东京奥运延期一年 一度无处销售 2020年疫情爆发 许多官方店铺甚至一度关门 今年年初重新开张 也不见人潮 直到7月底奥运开幕后 业绩突然暴增 预估还能维持到帕运结束 开幕前7月上旬と比較して 7月19日の週では 約5倍に伸びております もともとやはり こういった大会本番期に 売上が伸び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すので 我々としても準備は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予想以上にたくさんの方に お買い求めいただいていて とてもありがたいなという風に感じています 原本乏人問金的周边商品 随着奥运登場出現戏剧性转折 虽然奥运已经落幕 但这股熱潮依旧持续发烧 欢迎新闻十七号日本東京采访 報道